袁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上次說到包公在石頭江講述自己為官判案之道的時候 周志航氣喘喊得跑來稟報 大人 大人 提點迎獄 同提點迎獄兩位大人到了府下 請大人速速返回 包公暗暗想了一下 就叫大家打到回府了 原來 上邊派來的兩位官員 一個是提點迎獄大人 叫做周明站 年紀比包公大 他為人善良 正直 過去包公和他都有過一些交往 另一個是周站的副手 同提點迎獄 他是何許人也 包公則是一無所知 回到周衙 包公一見兩位官員 立即施禮說 不知兩位大人駕駛有失遠迎 請恕聚 周站連忙還禮笑著說 我倆 包公已說 我倆不足之下 包員你別來無讓 開場 說完就把身邊的官員向包公開 這位是同提點營辱前律大人 包公前律見過你,同聲地說 狗樣,狗樣 這時候,包公才仔細看了這位大人 只見前律身材高大,腰圓薄粗,一面落腮鬍 看上去只有三十多歲 賓主寒圈回後,包公便問 兩位大人駕臨閉州,有何見教? 周站笑笑地說 包公,恭喜你,聖上降子將你升遷為殿中城 我們這次專程來送公民家 講完,他就拿出公民交給包公過目 包公借州站前律,然後說 兩位大人遠道而來,實在有路 小弟有一個提議,不知道兩位大人意下如何呢? 周站又笑了笑話了 原底,有甚麼好介紹啊? 包公就說了 本州境內有一名姓叫七星岩,以前叫松台山 至垂堂以來,便很有名的了 等兩位大人休息一晚 小弟趁離任之前,有些空餘時間 陪兩位大人到那裡一遊 不知道兩位大人是否有此雅慶呢? 呵呵,難為老弟上得周到 結伴春遊,是雅士雅 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了 周站立即表示贊同 而那個前律更高興到微飛色舞 他心想,難得來一次領南古郡端州 哪有不去遊覽明星古蹟之離呢? 包公見兩位大人都幾感興趣,便說了 兩位大人如此高興,那我們明天就一同前放吧 包公講完,站起來,便吩咐林世敏等人 先陪龍周站前律到役站休息 這個前律又想了 哈,這個包公也是一個識禮義的人 我們遠度而來,為何不請我們喝一杯呢? 他正在想,大家已經走出門口了 他們互相拱手續一,便要分手了 前律見包公,還是沒有提晚上請喝的事 心裡便非常不高興 他一路走一路鼓著拋衰 那個周站了解包公為人的,也知道前律的所好 所以,一看前律的表情便明白他為何不高興了 他連忙拉了一下前律的衣服,示意他快點上繳 到了役館,前律便忍不住對周站說 周大人,我們兩個辛辛苦苦從廣州來端州 是專門為包請轉達他升官的消息 但是他連一圍酒都不請 太不像樣了吧 我還以為老包升官,大家可以開懷唱喝一晚 唉,誰知包黑提也不提,真是太不講人情了 周站一聽,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前律弟,不是我不說你啊 你太不了解包請的為人了 他為官廉業,做人耿直 要他請客送來,是從來不做的 這次老包能夠主動邀請我們去由松台山 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 前律一聽,無言以對 但是心裡頭還是很不舒服 第二天清晨,即是三月初九日一早 周站前律兩人便來到周牙了 包公一早便在周牙裡等候 見到兩位客人到了,包公便說 兩位大人,不知道昨晚休息得怎樣呢 小弟招呼不周,還請兩位大人多多原諒 周站客氣地說 嘿嘿嘿,包老弟,我們都是知己了 不用太客氣了 那個前律當然是不高興 但是他還是忍著不出聲 幾人聊了一會兒,分別上了橋,一起直奔松台山 這天天天空晴 本來,升官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一想到自己任內 未能夠實現根治端州水患,使百姓安居樂業 包公內心便十分不安 他掀起繳簾,對著旁邊繳上的周站便說 周大人,端州確是一個好地方 你看,他有四時不謝之花,秋冬有常青之草 這三年,在下雖然做了一些事 可惜未能為百姓治好水患 現在就要離任了 為實有一些對不起端州百姓之感 周站在繳裡回答說 哈哈,包老弟,端州本是荒漫之地 你在三年之內,能夠將端州搞成這樣 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在後面繳裡的前律 他只是想早點去到松台山 很欣賞一下那裡的湖江山色 根本就沒有興趣聽包公說這些事 那一路上邊 包公和周站總是經著端州的正事 他越聽就越覺得素興 他忍不住就說 巴大人,今天出來遊覽松台山 乃下一件啞事 奴興應該放鬆一點吧 整日議論正事 難道你們不覺得會敗壞慶治嗎 包公一聽,立刻全爭雙眼回頭冷冷地說 前大人 前大人說 怎麼能夠這樣說 我們食君之龍 來當為君分憂,為民造福 我們難得一見 以論正事 有什麼不好 前律忍不住又說 好好好 但老兄現在升遷在職 但老兄現在升遷在職 就要離開這個偏遠之地 本分 聽到這裏 前律卻一時間 變得啞口無然 周站聽到這些說話 內心非常感動 他在招內 憲憲身地說 包老弟 人說你愛民如子 果然名不虛傳 佩服 佩服啊 包公馬上拱手說 不敢 不敢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 越傾就越投機 傾下傾下 不驚不覺 他們已經到了石室洞口 大家落了繳之後 周站走開兩步 舉目四望 只見七座岩峰拔地而起 岩下灌木重生 山花爛萬 岩下力壺環繞 逼波倫倫 果然風景秀麗 前律看到仙境一樣的景色 心中的滿氣 也頓時消失了 他不由自主地脫口讚嘆 蛤 不虛此行 不虛此行啊 還未談論那些正事 太殺風景了吧 包公聽了前律的話 又不禁有些生氣了 他神情嚴肅地說 大人以為我出來 就是為了游山換水嗎 在下邀請兩位前來松台山 目的是讓兩位大人 多點了解端州 今後更好地篤足後任 多為端州的百姓著想 聽到這裏 早就有怨氣的前律 更加忍不住了 他似著自己高官一等 用教訓的口問說 包公兄 你這樣不是幾人休天嗎 在下到過不少地方 亦見過不少官員 他們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 他們見上司來了 就千方百計 使上司高興 將土特產送人情 據我所知 你的前任賈守文 就曾經拿了很多這個地方出產的端宴 孝敬上司 幸好我和周大人對端宴並無寄餘之心 前律講講講就越扯越遠 就連包公的前任賈守文也都說了出來 包公這次真是生氣 他欺貞言辭地說 大人 你知不知道那個賈守文 是怎樣搞到這些端宴的 我們朝廷有規定 端宴為貢品 每歲只限額開彩 而那個貪官 賈守文 卻多彩數十倍來巴結權貴 他如此勒索文間 欺瞞皇上 提點營獄大人 早就應該對他依法查辦 唐陽 唐陽不是本官到任之時 將其莊密拿獲 上高朝廷 賈守文 賈守文 不單止不會受到懲處 恐怕 還不會被提升 我真是不知道 同點營獄大人 對此事有何敢上壓 周站見到這樣的情形 他連亡解圍說 好 包老弟 不要誤會 此事與錢大人無關 誰知這個錢律還想罷休 接著話題又要說 周站見雙方欠到臉紅二赤 就說 好了好了 我們難得一起到松台山一游 又何必自相和氣呢 包大人有自治理地方 老夫怨聞其長 錢大人 你怎樣 前律與包公神槍涉戰幾個回合 見包公果然厲害 他冷靜一想 我這次來端州 都是一次公差而已 算了 都是不要傷和氣 包黑這種人 是得罪不起的 日後 說不來 會山水有相逢 算了 算了 他見現在周站 為自己搭了一個台街 於是 就趁機改變態度 當即換了一副笑臉 就說 包大人紅心勃勃 鐵面無私 正說 有無凡之處 還請大人多多包涵 是嗎 對 巴大人 你講講自理端州的鴻圖 大略 好讓我和周大人開啟茅沙 包公心裏面非常明白 周站是個正派人 他要自己介紹自理端州的打算 是真心實意的 而前律是順著竹竿爬 不外乎 是很落台而矣的 想到這裏 他也漸漸深名氣和 他對兩人笑笑話 秘籍不才 到端州後 足城牆 建基位 作水井 治理匿湖 增加耕地 發展農事 但慚愧的是 很多事還未有做好 就好像前歷後歷這個排水工程 到現在還未有員工 前人曾經在東面捉了一段提位 計劃向西求足 與現在的新城牆連在一起 將西江河水攔在南邊河道上 以防洪水再闖北邊故道 如果工程能夠員工 端州的水環 就大大減少 但可惜的是 目前的基位 還未觸到新城東門 而秘籍又因皇上征召 而無法完成此事 整兩位大人 在提點營辱任內 多度端州 督足後任 將此事辦妥 若果如此 包某離去也就安心了 周暫聽了包公這番肺虎之前 大為感動 他說 老弟如此關心百姓 此乃百姓之福 老弟祝託之事 老夫一定做到 不知前大人意下如何呢 前律聽到這些 也有些感動 也有些感動 嘻嘻嘻 那還要說 包大人為地方操盡心 我們擇之所在 李英為端州百姓著想 包大人放心便是 包公聽了兩人的說話 滿意地笑了一笑 便說 好了 我們公事談完 一起痛痛快快 遊覽松台山吧 他說 說完 他叫人帶路下山 一直走回到石室洞口 那一路上 包公邊走邊 介紹松台山的歷史和傳說 周暫前律 也聽得曉有興致 包公他們一邊走一邊聊 很快便來到岩口的石碑前邊 包公又介紹話了 兩位大人 你們看 這個便是李北海首書的端州石室記 碑克 周暫前律兩人聽到 說是李北海首書的碑克 都大感興趣 他們連忙走近欣賞 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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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不愧是書家勝手 八大人 北海書法 端莊秀麗 直追二王 端州境內 有此成績 實在難得呀 周暫話音光落 又對著石碑讚嘆地說 北海不單止書法優美 此文也射得很不錯呀 接著他還搖頭仿怒地淫唱起來 博人還 博人還 藤物愛 異口同聲地讚嘆地讚嘆說 尼北海 真不愧一代文章中詩呀 欣賢 欣賢完石碑 周暫十分之高興 他拉著包公前律的手就說 今天 難得我們三位一同來到松台山 包元帝 你不呀 亦都要離去了 我們在這裏 不妨亦仿效前人 提上幾字好嗎 前律一時高興起來 亦隨聲附和 陳如董見葬 連忙攤開了隨身攜帶的文房四保 包公見推辭不下 於是就直接在岩壁上面寫了 提點凌辱周暫 同提點凌辱前律 知郡市包請同志 慶歷二年三月初九日提兩行字 那這兩行字字 字體稱他端莊秀麗 包公寫完 林世敏、陳如董等幾個 立刻顧石工將他盡黑挨逼 保存下來 當晚 周暫前律向包公告辭 包公將客人送走之後 回到自己居住的清心堂 這時候 清心堂周圍萬賴無聲 一勾新月已上中天 然而 包公的心情並不平靜 他想 自己就要離開端州了 只去京城開封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往後要再到端州 大概都沒什麼可能 想到這裏 他拿起筆 就要寫起來了 各位 包公究竟想寫什麼呢 天日事故 天日事故 s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